她虽贵为女儿身 可却是英法百年战争中 法国最重要的军事统帅之一 她虽出身农家 慕不识丁 却信仰忠贞 为法国收复无数僵土 因此就有人说 她更像西方版的花木兰 巾帼不让须美 而这位奇女子 就是法国的民族英雄 圣女贞德 公元1412年 李时贞德刚刚降临原始 可她一出生 就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劫难 由于伯根帝连已经快打到村庄 父亲为了不让贞德成为累赘 竟想将她丢弃 母亲看到后自然不肯 死死地恳求丈夫 她是你的女儿 你怎可如此狠心 看到白白胖胖的婴儿 父亲最终还是不忍将其丢弃 就这样 贞德通过了上天 给她安排的第一个磨难 时间一转 来到十年后 十岁的贞德 已开始布满现在的生活 由于英法战争的缘故 如今法国的军队 根本就不管平民的死活 并且伯根帝人 又是不时的洗劫村庄 因此很多人 已经丢弃了自己的信仰 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 但好在是 贞德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他一直坚信有一个传说 有一天会有一个 自称为洛林圣女的人 将率领着千军万马 把英国人赶出他们的国土 拯救法兰西 然而不幸的是 没有人知道 这个圣女什么时候降临人间 可即便如此 贞德始终坚信 洛林一定会来拯救他们 随后贞德就来到教堂之内 虔诚地乞讨 并向上帝诉说了自己的心愿 当神父看到这一切 瞬间也被这个虔诚的孩子所打动 紧接着神父就告诉他 上面画的是阿金库之战 这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此战法国大败 所以现如今很多法兰西人 都已渐渐丧失对国家统一的信心 听到这一切 上右的贞德也开始在心中暗暗埋下 心系祖国和拯救法兰西命运的种子 时间来到公元1429年 17岁的贞德 骑着骏马来到高山之上 他只是想拯救眼前 这个躺在地上的小男孩吧 可当他拿出一块面包屑后 正想递给小男孩的时候 却被父亲一把夺了过去 并立生斥责让他赶紧回家 而后这个善良的女孩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听从 毕竟父亲的话 自己根本无法捂 在饭桌上 贞德就因此事与父亲发生了争吵 难道就因为一块面包屑 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饿死吗 对此父亲好像并没有听进去 只是毫不在意地说道 你如今年龄还小 等过些年自然就会明白 听到这 贞德就异常愤怒地反驳父亲 紧接着父亲就将贞德赶了出去 至此之后 父女二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而后愤恨的贞德就来到教堂之内 希望能够再次寻求神的指引 当神父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后 就立即上前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贞德却说 几年前他在祷告时 竟神奇般地听到了天使的声音 天使让自己听从他的指引 并时常来教堂祷告 而近期他又听到了 这次天使竟让自己做好离家的准备 因为他的命运不在此地 可当贞德正准备再说下去时 伯根地的军队竟突然开始洗劫村庄 他们大肆烧杀抢掠 好好的村庄瞬间变成了火海 紧接着村民只能被迫逃离镇 可就在贞德逃到一半时 却发现幼年最好的朋友埃米尔 并没有跟上大部队 于是他决心返回寻找好友 然而当贞德再次抵达村庄时 却亲眼看到埃米尔葬身与火海之中 随后异常悲伤的贞德 就来到教堂门前 并大声呼喊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可就在这时 贞德突然又听到了天使的声音 天使告诉他 法国王子查尔斯目前就在西农 只有他顺利登基为王 才可以解救法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贞德的任务就是找到查尔斯 并传达神的旨意 引导他成为新国王 此时贞德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或许查尔斯为王之时 便是法国一统之日 那村庄内的人将不会再受战乱之苦 就这样 这个善良的女孩决心帮助查尔斯登基 解救法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可现在问题来了 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 该如何独自一人抵达西农呢 这无疑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或许是有凑巧 这天村庄内来了一个人 让贞德看到了希望 他就是罗伯特长官 罗伯特来到此地的目的 就是想将村子里的家禽全都抓走 献给查尔斯王子 听到这 贞德认为他们会前往西农 随后就躲在马车之内 可他打死都想不到的事 这些家禽不是献给王子 而是进入罗伯特自己的厨房之内 当贞德随着罗伯特的马车 来到沃库勒尔城后 他这才惊讶地发现 自己上错车了 这压根就不是前往西农的车队 无奈 贞德只能找到城中的侍卫 并一脸严肃地告诉他们 自己必须要前往西农 帮助法国的皇太子继承王位 听到这话 领头的将军强忍着笑语 一脸严肃地告诉贞德 我们曾接受过严肃的训练 就算遇到再好笑的事情也不会小 当然除非忍不住 可一旁其他的士兵 训练得好像并不过关 强烈的效益根本就止不住 或许是为了缓解尴尬 领头的人还是带他去见了罗伯特 可刚来到罗伯特面前 这细腻的笑声 就仿佛是在告诉贞德 国王身边能人意识重度 又凭什么用语 显然 没人愿意相信他 随后罗伯特就把他赶到城墙之外 在漆黑的夜晚 贞德独自一人走在贫民窟 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是啊 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孩又能做什么呢 拯救法国吗 谁会相信她的鬼话 看到她实在可怜 于是修女就收留了这个无处可去的姑娘 此后 贞德就陪着修女代表修道院救济难民 做尽好事 她热衷行善的事迹 很快就在城中有了一定知名度 可即便她心肠在好 难民却不减反增 到了晚上 贞德问修女 为什么沃库勒尔居民们不对外求援呢 修女无奈地回答道 现如今法国边境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放弃了希望 他们只求自保 听到这 贞德瞬间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如果将这些村庄都团结在一起 那伯根帝人 又岂敢放肆 说干就干 不识字的贞德 就让修女帮她撰写了一份宣言 大致的意思就是 只要大家肯团结在一起 那这个组织一定会做到 一方有难 八方之源 很快这份宣言就取到了显著的效果 至此之后 这些常年受战乱之苦的平民 将贞德当作传说中的落林圣女 他就是法国的救星 一定会带法国人走出困境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罗伯特的耳中 他被这个善良的女孩打动了 于是就主动给贞德写了一封推荐信 只要拿着这封信 必然可以见到皇太子 随后罗伯特又派出一众示威 保护贞德继续前行 其中就包括那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 他叫吉恩 未来贞德的守护者 紧接着一行人便前往西蒙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 伯根地公爵菲利普 也听到了圣女的传闻 这个圣女是真是假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 这个十七岁的女孩 已经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那就必须除掉 男人被一箭射倒在河水之中 随行的同伴想要将他救下 可下一刻 马尔静拖着他重伤的身体狂奔 看到这一幕 贞德痛苦地与同伴拥抱在一起 若不是为了保护他 刚才那个战士绝不会命丧于此 这些天的朝夕相处 贞德已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 然而难过归难过 前行的道路可不能停下 不久后 一行人顺利抵达西农 来到皇宫之内 他们便把推荐信交给了皇家侍卫 当查尔斯看到信件后 并没有显露出太大的反应 洛林圣女吗 自己就曾经亲手制造过一个冒牌活 但效果却差强人意 可即便如此 这位皇太子还是想试一试 若这次是真的 那自己岂不是亏大了 但是归是 绝不能让这个传书中的洛林 这么容易地就见到自己 必须要制造点困难考验一下才行 首先 是真是假 自己先整个假皇太子出来 而后查尔斯就随便在大殿之内 找了个帅气多金的男子 与自己互换服饰 若这样洛林圣女还能认出自己 那皇太子就坚信他就是真的 不得不说 这个太子真的贼 很快真的就来到大殿之上 他很聪明 一眼就认出了宝座之人是一个冒牌活 真正的皇太子应该是个急贼的男子才是 于是真的就在大厅内 随意瞄了几眼 一下就精准定位了太子的位置 想骗我 门都没有 顿时大殿之内如雷掌声四起 显然 他们被这个聪明且漂亮的女孩征服了 而后真德就告诉太子 自己与他有要事相伤 但必须要单独交谈 查尔斯虽心生疑惑 可还是答应了 紧接着大殿之内 只剩下他们二人 既是单独交谈 真德便不再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我也想把英国人赶出去 关键我没钱啊 更何况现在的老百姓 早已经对国家失去了信心 我能怎么办 查尔斯并没有接下去 而是反问真德 你为什么会自称洛林圣灵 真德很严肃地告诉他 自己压根不是什么圣灵 他做这一切 都只是因为如今的法兰西人民太需要信仰 他们已过得如行是走肉一般 所以我们必须要打一次大胜仗 让民众们看到希望 真德在此为天下黎明 郑重地恳求太子出兵二粮 收复已丢失的僵土 查尔斯的意思很清楚 我现在既没钱又没权 就连法国的军队都没资格调用 又凭什么出兵呢 可如果以圣女的名义去调兵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在太子眼里 真德的身份是真是假 根本不重要 战士们相信便已足够 只要在战场上 真德扛起大旗网那一战 便是信仰 即使不会打仗那也无所谓 因为圣女的旁边从来不缺能人意识 就这样 真德被他说服了 若能拯救法兰西 即使是撒谎他也认了 紧接着 历史上著名的奥尔良战役 也随之爆发 由于前期法军的节节败退 导致法兰西军队士气已严重受挫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年方十七岁的少女真德 请求领兵解奥尔良之为 可就是这样一个敢于斗争的女子 在大战前夕 却有很多指挥官都对他抱着鄙夷的态度 即便她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士 可区区一介女儿身 在战场上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这是奥尔良战役中所有的将军 最真实的想法 难道只靠信仰 便可以在此战中取得胜利吗 显然即便查尔斯承认真德就是洛林胜利 可战士们却不是吃醋的 他们可不认为战争的胜利 是因为一个女子往内战 若真的如此 那以后打仗 还要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指挥官何用 然而即便如此 倔强的真德 依然穿上盔甲立于战马之上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些人 不要小瞧女人 随后真德就说出了自己对此战的见解 若想扭转战争局面 首先必须把握战机 如今围城的英军大门守备力量不足 所以我们必须要集中全部兵力 冲入奥尔良城 只要顺利抵达城内 那大军便攻守兼备 而后再找准时机 反杀英军一个措手不及 可对此指挥官拉伊尔 却一口否决 在战场上他可不想听从一个女人的指挥 听到这话 真德并不惯对他 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命令 毕竟真德是此战的总指挥官 拉伊尔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听从 事实证明 真德的做法是对的 英军的防守确实薄弱 法国大军竟连打都没打 就成功溜进城内 这一行为 无疑是给予奥尔良人民最大的鼓舞 原来他们的国家并没有放弃自己 随后真德就清零前沿阵地视察 并调整部署 在细致的勘察中 他发现了英军的两个致命弱点 第一 各个围城部队都在各自的堡垒 回样赛中闭关自首 相互间联系不多 难于迅速集中兵力 而第二个致命的弱点就是 就这样随着法军的部署完毕 他势必要在今天带领法南西的人民 走出英国大军的包围圈 当英国将军看到这一切后 直接背弃得咬牙切齿 他怎么都想过明白 一个少女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 除此之外 还让他出乎意料地是一声巨响 从这一刻开始 英军与法军的关系彻底发生改变 因为现如今 攻方与守方的位子已经互换 贞德带领的大军 势必要在今天攻下英国的堡垒 只见战场上 虽为女儿生的贞德 却一点也不输给血性方刚的儿郎呢 竟一马当先 冲在大军的最前列 即使面对敌军密密麻麻的剑语 他也为陆丝毫恐惧之情 随后双方大军便厮杀在了一起 从战场上看 显然 法军更加凶猛一点 毕竟这些年他们可没少受英国打压 虽国未破 但却加以亡 这一刻所有的愤怒都化成了力量 哪怕是死 也要在今天把英军打趴 就在战事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贞德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好友吉恩恐有性命之忧 此时城楼上的英军 显然已将剑对准了吉恩 下一刻 他可能就会命丧黄泉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贞德立即上前 想要救下这个 从沃库勒尔一直陪着自己抵达西龙的好友 剑圣女已经倒下 法军只能无奈撤退 来到安全地带后 他们便把贞德平躺地放在地上 在场人坚定地认为 已受重伤的贞德肯定会大声嚎叫 毕竟她是一个女孩子 哪里经历过穿心之苦 可让众人意外的是 贞德并没有叫出声 而是让他们为自己把剑拔出来 刚站起身 贞德就让拉伊尔帮他被骂 决心再次杀回去 因为胜利只属于法兰西 而后在场众人 看到战马之上英姿萨爽的贞德 眼神已然发生了变化 此刻他不再是那个只是信仰的胜利 而是一个敢于克服困难的战士 紧接着浩荡的大军 在贞德的带领下 再次杀了回去 刚返回战场 贞德就立即下令火攻 队友也非常给力 一箭就射中了敌军的马库草 堡垒内瞬间浓烟四起 见此情景 英军的将军只能被迫放下吊桥 显然 当他们放下吊桥的这一刻 将再无任何胜算 就这样 奥尔良包围站在贞德的带领下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多少年了 法军早已忘记胜利是什么滋味 要知道在贞德未来之前 法兰西可是十战九败 人民的信仰早都被耗得一干二净 但他来了以后一切都变了 因此 就有很多法国人 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贞德的身上 这对于法兰西这个国家 亦或者法兰西的人民 无疑是一场豪赌 因为这个国家和人民 要将自己未来的秘密 交到这个不识字的少女手中 显然 他们赌对了 当贞德在奥尔良战役中大败英军之后 紧接着又以雷霆手段收复了兰斯 这一切的一切 简直如同做梦一般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一个少女难不成真有开天的本领 竟连兰斯都能夺回来 其实也不怪这些人如此激动 属实是兰斯对他们的意义太重大了 可以这么说 只要兰斯回来 法兰西又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 法国将不会再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 今天 查尔斯要在这里称帝 吉查理七世 看到戴上皇冠的太子 贞德欣慰地流出了眼泪 民族的信仰已被整合 又何惧敌军 这一刻 法兰西彻底站起来了 此刻可能就有小伙伴有疑惑了 兰斯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何查理非要在这里登基 难道就不能在其他地方吗 这个还真不行 兰斯那可是法国的圣地 其中最著名的地方 莫过于兰斯大教堂 在法国人眼中 若不在兰斯大教堂加冕 压根就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国王 就算登基了也不会有人承认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在贞德未来之前 法国早已没有了国王 不是查理不想称帝 那是因为不仅有外地干扰 就连兰斯都被英国夺了去 在这文诀又要说题外话了 后世拿破仑称帝 可并没有在兰斯大教堂举行 这个不信天不信命的男人 用行动告诉世人 高然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不服可以打到你服为止 随后夺回兰斯的贞德 在法国内的声望开始逐渐高涨 毫不夸张地说 他就是救世者 但让他打死都想不到的是 自己竟亲手将一个恶魔 推上了至高位 查理此人做事够狠 心更狠 他知道既国本已定 那便是稳全之时 不久后查理七世 就为此做出了一个决定 贞德突然得到消息 查理已与伯根帝签署条约 将香槟割让给对方 知道此事后 贞德瞬间火冒三丈 随即就冲到 正在举行宴会的大殿之上 并毫不客气地问了皇帝一个问题 如何评价一个不等蛋糕烤好 就迫不及待将他拿出来切的蛋糕师呢 听到这个问题 查理静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 但大殿上毕竟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 思量再三后 他还是随意给出了一个答案 此话一出众人一阵唏嘘 难道皇帝是个冒牌货吗 就连查理也呆住了 这个少女为何如此大胆 竟敢在臣子面前戏弄自己 她到底想将皇家威严置于何地 不给你留面子的还在后面 紧接着贞德就当着众人大声质疑皇帝 为何法国要与伯根帝签约 法兰西的战士们为了国家 在前线浴血奋战 而你却高高利于宝座之上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们也有很多人为了收复国土 死于异国他行 所以皇帝陛下 你又有什么资格 背着这些战士将土地割让于敌军 这一声质疑 直接把查理对得哑口无言 但还是强忍着怒意告诉贞德 以及在场众人 之所以割地于伯根帝 是因为他们答应会将巴黎归还给法国 多么可笑的理由 这句话差点没把贞德逗想 你真以为菲利普会将巴黎归还给我们吗 一切都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吧 他们就是想趁此 加强巴黎的防御 而不是从那里撤卷 主教皮埃尔也加入了硬刚的队伍 只不过他刚的是贞德 这也是三方势力第一次碰撞 皮埃尔的教宗 皇帝的皇权 贞德的信仰 我只能说这二人不讲武德 居然二打一 不过倔强的贞德并不耽 紧接着三方就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一时没忍住的主教 竟开始在大殿之上大放厥词威胁贞德 这一声呵斥 直接把所有人吓傻了 还是第一次看主教发这么大的脾气 见此情景 贞德也不愿过多废话 因为他并不想成口舌之力 于是便直接请占巴黎 查理不是想要巴黎城吗 那把他打下来之后 这位皇帝便在无任何理由割让土地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查理只能无奈答应 可他也不能明着来 随即就告诉众人 我绝不会轻易背起条约 无论国家一统是多么重大的事情 也绝不会 但是我还是要指出贞德的爱国情怀感动了全国 查理可真是贼 意思很清楚 你们想干什么干嘛 与我无关 紧接着得到默许的贞德 便带着大军前往巴黎 同为法国人 贞德并不想与他们兵戎相见 于是他就骑在战马之上 来到城门口告诉同胞们 希望他们能够归降 然而 巴黎人民确定死不小 而这一切皆因查理的所作所为 他居然能狠心到 将香槟割让给国庚帝 今天的香槟 或许就是明天的巴黎 所以他们绝不妥协 看到对方如此冥顽不灵 真得只能兵戎相见 这也是无奈之举 不到万不得已他真不想打 要知道 当时的巴黎不仅仅是法国的手 也是整个欧洲地区 除了军事坦丁堡以外 最为坚固的城堡 所以要打下巴黎 就必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此事建在弦上 已不得不发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战 双方皆损失惨重 即便是一眼望去的漫天飞雪 也无法盖住一具具尸体 最终 真得也只能暂时撤退 打算明日继续攻城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法国王世静突然下令让他撤军 若不听从 等同于叛国 无奈真得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撤军 但经过此事后 他已然对这位皇帝失去了信心 真得实在搞不懂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为何自己辛辛苦苦扶他上位 到最后 竟是如此局面 另一边的查理竟偷偷找到菲利 希望与伯根帝重归于好 为此他还告诉对方 法国的城市你们随便挑 我绝不阻拦 就算他们请求支援我也置之不理 不是说他不顾民众的死活 而是他在给真得下套 若查理不管这些城市的死活 他们一定会请求真得支援 依着他善良的性子 怎会置之不理 只要真得敢去 那他将会永远回不来 主教皮埃尔 他是查理的宗教导师 可现如今 他对查理而言已在无任何路途 所以把皮埃尔打入冷宫是最好的选择 而所谓的冷宫 就是把他调到供底面 当皮埃尔抵达供底面后 英方就派了一位公爵找到他 而来到此地的目的 是希望主教能配合公爵 将真得毁掉 身体意或者名誉皆是如此 可皮埃尔却一口否决 他确实曾与真得发生过忠途 但却从未想过伤害这个善良的女孩 紧接着皮埃尔又告诉公爵 假如有一天 真得正在他的教区被捕 他会竭尽全力去拯救这个少女 而不是做一个残忍的柜子手 与此同时另一边 查理的下套计划也随之开始 显然如今的真得 已没有了任何的利用价值 若想让真得灭亡 就必须要将他捧到最高 随后查理就封他为法兰西的国之尊贵 甚至还免除了 他出生村子三百年之内的所有赋水 不仅如此 真得的子孙也可以继承他的封号 这对他而言绝对是莫大的荣耀 可真得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发现这个曾被自己推上至高位的人 已经发生了变化 宝座之人竟想置自己于死地 查理接下来的话 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拿着一封贡比涅的求救信 毫不在意地在真得面前说道 现如今贡比涅正在被国庚帝人与英军围攻 希望找一位将军去解救他们 可自己只有一支两百人的军队 听到这话 真得一口硬了下来 此话一出 查理也被惊住了 这个少女到底哪里来的勇气 虽然自己非常想让他答应 可却没想到答应的居然这么干脆 实际上不是真得有勇气 相反 他早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可知道又如何 难道让自己不管贡比涅人民的死活吗 明知山有虎 但无奈只能向虎山行 来到贡比涅后 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太大 真得不幸被国庚帝人俘虏 可在那个时期 俘虏却有一个惯例 只要俘虏的家人能付出赎金 便能将他赎毁 然而查理七世却未有丝毫动作 在此期间真得想要逃出去好多次 皆以失败而告知 最终 真得被菲利普公爵卖给英格兰 要知道 此时英国已经对他恨得牙痒痒 所以得到真得后 又岂会轻易放过他 对英国而言 真得是什么呢 毫不客气地说 他就是法国人的信仰 若只是把他简单地处死 根本就无法达到毁掉法国信仰的目的 既然轻易处死不行 那就将他的名誉毁掉 于是英方 就开始指控真得为一端邪说 蒙蔽国君蛊惑民众为友 对其组织了一次 由红一主教皮二 率领主教组成44位法国神府审判团 对真得进行审判 其实这些人都是被强迫参加的 奈何人家英方是大 不听话那就去见上帝 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只能被迫听从 与此同时另一边 吉恩与拉伊尔的营救队伍 已在城外偷偷组建成功 既然查理不管真得的死活 但是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 却不能不管他 审判开始 真得被士兵带到大殿之上 一上来 审判官就质问他 拯救法国是不是受到上帝的指引 见到他态度如此决绝 审判团又问道 你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典 而真得的回答是 如果没有得到的话 希望上帝能赐予我 如果我已得到 希望上帝能赐予我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陷阱 当时教会里是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 自己受到过上帝的恩典 所以如果真得做出肯定的答复 那就证明了他是一端邪说 若答复是否定的 那他就承认了自己是有罪的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聪明的真得用这种方式 将这个问题巧妙地毙了过去 可这个答案 无疑让皮埃尔听着干着急 虽然真得巧妙地避开了 自己不是一端邪说的说法 可结局是什么呢 他越是这样 殷芳越不会放过他 如今的皮埃尔 其实一直想拯救这个善良的女孩 正如他所说一般 若真得在自己的教区被捕 他会竭尽全力去营救他 可殷芳却死咬着不放 他们给出的最低条件是 让真得承认自己是一端邪说 继而达到毁掉法国信仰的目的 可现如今 他却还苦苦坚持自己的信仰 若再一直这样僵持 真得必定会被判处死刑 于是着急的皮埃尔就将他拉到外面 让真得尝试一下被焚烧的感觉 皮埃尔使用这种方式 真的是逼不得已 因为现如今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或许只有让这个女孩感觉到恐惧 才可以让他签署弃绝书 随后真得就签下了一份 他完全看不懂的公开继绝书 此书一签等于直接认罪 可签署完成后 英方并没有履行条约 他们竟开始翻脸不认人 既然真得已经签署了认罪书 那就代表着他一直在撒谎 那法兰西的信仰就随之毁灭 都到这一步了 他也没必要活着了 为此 他们就专门派人 毁掉真得所穿的裙子 并将真得以前所穿的男装放在他的身边 这样一来 他只能被迫再次穿回男装 而只要他敢穿回男装 那就可以证明真得没有真心悔改 死刑也不会被取消 在这里文决解释一下 为什么真得一穿男装 就代表他没有毁过之心 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封建 有明文规定 男人不允许扮成女人 女人不允许扮成男人 前妻是因为真得受到上帝的质疑 所以穿男装没事 但现在他已经认罪 承认自己一直在撒谎 那就不可以了 随后英国人成功了 真得的衣物被毁了 第二天他又再次穿出男装站在众人面前 但在这时候 真得无任何恐惧之情 他开始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 可能还带着些许喜悦 或许死亡总好不背叛吧 这里所说的背叛就是他一手推上去的王 查理七世 1431年5月30日 法国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 戴上手铐脚铐 被押亡鲁王的老吉士广场 这位女英雄的死刑将会在这里执行 与此同时城内的另一边 吉恩与拉伊尔也得到贞德即将被处死的消息 他们二人也没想到 英方竟如此迫不及待 随后两人就立即做出决策 拉伊尔出城调兵 而吉恩则是前往刑场 给贞德希望 画面一转 此时的贞德正在被押往刑场 自从离开沃库勒尔 贞德就被各种崇拜的人群包围着 而现在围在路边的人 却是一大群乌合之众 吵嚷着要将他处死 面对这一切 他只是选择沉默 随后贞德就被捆在火刑柱上 可却并没有显露丝毫恐惧之色 相反却有种解脱的感觉 紧接着贞德就大声呼喊 能不能让我看着信仰死去 当吉恩听到后 就立即冲入人群之中 帮助贞德完成这个心愿 看着这个自己从沃库勒尔城 一直保护到西农的女孩 被绑在台阶之上 吉恩的内心犹如被撕裂一般 他多么希望拉伊尔的军队 赶紧赶到这里 然而下一刻 士兵却将他所有的念想全都打碎 随着火焰的燃烧 几分钟后 尘归尘土归土 一切都结束了 而另一边城外拉伊尔带领的军队 刚赶到城门口的时候 却已然发现龙烟四起 一切都晚了 这个年方十九岁的姑娘 就这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处风华正茂之际 却已深殉道 可他虽死却依然荣耀 正如贞德所欲言一般 七年之后 法国人真的将英国赶出了自己的国土 贞德的信仰 就犹如这把大旗一般 深深地插入在法兰西的大地之上 吉恩也成为了他的传道者 一生都未娶妻 而这一切 皆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 自己从沃库勒尔一直保护到西农的女孩 回顾他高然的一生 是在十七岁到十九岁之间 贞德只用了区区三年的时间 就让自己成为了 英法百年战争中 法国一方最重要的军事统帅之一 他于1429年成功解除奥尔良之尾 同年在于帕提战役中大破英军 而后又率领法军 接连夺回法国北部大量师弟 甚至连兰斯议是如此 继而才使得查理七世顺利加冕 可到最后 贞德换回来的是什么呢 一枚被当权者摆弄的妻子罢 贞德没有读过书 也不识字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书写 所以说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文盲 可就是这样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少女 却成功带领着法国人民 一步一步走向百年战争的盛名 在奥尔良战役中 法国离王国最近的时候 贞德的出现 使得奥尔良战役成为百年战争中的转折点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奥尔良战役之余百年战争 不亚于斯大林格勒战役 至于二战的重要性 正如贞德自己所说的一般 为了法兰西 我誓死如归 如果当有人嘲笑这个傻姑娘的信仰时 门星自问他们自己还剩些什么呢 他为了自己的信仰 继而走上了为自由而战的道路 他所追求的自由 从来都不是在黑白之间做出选择 而是可以放弃这样被规定好的选择 就如同百年战争期间 法国灭国好四已经被规定好了一般 可贞德却硬生生将这个规则打破 即使他在打破的过程中 漫天的乌云可他依然是一个 展开着翅膀的大天使 即与身处于黑暗之中的法兰西人 一抹自由的亮色 而这一切皆是源于 贞德内心深处所坚信的信仰 乌云即使能遮住太阳 可却夺不走他 然而当乌云散去之时 抬头仰望便是蓝色 蓝色是天空 是水 是空气 是深度和无限 是自由和生命 尽管贞德是个理想主义者 但他的理想却成为了现实 他用热情和信仰超越了理性 拯救了一个国家 激励了一个民族 改写了一段历史 他的爱国 勇敢 牺牲 感染着无数法国人 鼓舞着他们前进 总之 珍德的出现 推动了法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他本人在身后 也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珍德死后不久 在他年迈的母亲 依莎贝拉达克的不懈努力下 最终说服教皇家里斯都三世 让其授权教廷重新审判这个案件 而后法庭在1456年7月7日 正式宣布了珍德的清白 同月 珍德最初审判的档案 和判决的文档 被正式公开并焚毁于鲁王的救世纪广场 也就是珍德被处死的地方 本期珍德传奇从今天就更新完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关注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